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二十届中央第三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系列报道锚定现代化改革再生化今天来看 一系列改革举措出台 我国新能源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步伐加快 全国秋收接近尾声 粮食收储工作有序展开 神州19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链 一至九月份 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以色列称对伊朗袭击达成全部目标 伊朗称以色列夸大侵略行动效果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8号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二十届中央第三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巡视工作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突出问题导向贯彻严的基调 创新组织方式 深化上下联动 力见作用持续彰显 从巡视情况看 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管金融单位党的建设得到加强 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要严肃认真抓好巡视整改 强化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责任 加强对巡视整改的组织统筹和日常监督 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 与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 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 融入日常工作 融入职能职责 以整改时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 各级党委党组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履职政治担当 敢作善为 攻坚克难 主动为党分忧 为国尽责 要认真贯彻党的二世界三庄全会部署 以钉钉子精神 抓好改革任务落实 要增强忧患意识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不断增强凝聚力战斗力 要清醒认识反腐败斗争形势 纵身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坚持一体推进 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 深化标本监制 系统失智 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不断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 逐利铲除腐败滋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 常态化 常效化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 10月28号下午 就建设文化强国 进行第17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要锚定2035年 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坚持马克思主义 这一根本指导思想 直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 不断发展 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 精神凝聚力 价值感召力 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铸牢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王博同志 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 提出工作建议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 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 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 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 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 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强调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 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 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 助劳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 发展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 科学的 大众的 社会主义文化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不断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 发展壮大主流价值 主流舆论 主流文化 习近平指出 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 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 改进文艺创作生产 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 愿意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 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 积极营造良好文化生态 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文艺民主 支持作家 艺术家和专家学者 扎根生活 潜心创作 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持续迸发 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 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 信息化转型 把文化资源优势 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习近平强调 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 着眼于人 落脚于人 着眼满足人民群众 多样化多层次 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 重视发挥文化 养心智 欲情操的作用 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 尊重人才成长规律 完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 人才选拔 培养 使用 激励机制 营造 实财 重财 爱财的良好政策环境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 结构合理 锐意创新的 高水平 文化人才队伍 习近平指出 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 更续中华文脉 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 呵护好 弘扬好 发展好 深入挖掘和产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用马克思主义激活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并赋予其心的时代内涵 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秉持敬畏历史 热爱文化之心 坚持保护第一 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 推动文化遗产 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 加快完善法规制度体系 习近平强调 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 创新开展网络外宣 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 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 传播中华文化 展示中国形象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 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更加积极主动地 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创造一批融注古今 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 习近平最后强调 建设文化强国 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 要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 完善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做好干部配备 人才培养 资源投入等工作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科学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促进水风光清天然气等 多能互补发展 党的二世界三中全会 对新型能源体系的发展 做出系统部署 当前我国重要改革举措 不断出台 新能源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销纳水平持续提升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步伐 继续加快 当下的中国大地上 一批清洁能源重大工程 正在全力推进 东南沿海一个200万千瓦的 贪图光伏示范工程 正在加紧建设 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若枪100万千瓦 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建设 全力推进 截至9月底 我国风电光伏装机 合计达到12.5亿千瓦 2020年 气候雄心崩溃上 习近平主席宣布 到2030年 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 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如今这一目标已提前6年实现 党的18大以来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和顺应全球能源低碳转型大趋势下 习近平总书记 着眼未来 创造性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 亲自指导推动能源革命 他多次前往黑龙江 四川内蒙古等能源重点地区调研考察 走进能源企业 深入工厂实验室 多次强调 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推进原网和处一体化 加快发展风电 光电 核电等清洁能源 实现传统能源与新能源 多能互补深度融合 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完善新能源销纳和调控政策措施 对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做出新的部署 今年多项改革举措加快落地 出台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 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明确入境 实施千乡万村 风电光伏建设行动方案 拓展发展新空间 省间电力现货市场 从试运行转入正式运行 更好促进新能源的销纳 我们正在大力实施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和电力可再生能源等分领域能源规划 同时着力谋划四十五五能源发展 锚定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达到20% 2030年进一步提高到 25%左右的规划目标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要着力提升清洁能源供给能力 眼下我国正加快西北风电光伏 西南水电海上风电 沿海核电等清洁能源基地建设 新疆出台十六项改革举措 将风电光伏项目的备案权 由自治区下放至第四周 同时简化备案程序 一期选址确定路径明确 区域电网接入条件具备的分电 光伏项目以通过 即申报即备案方式完成备案 有力推进项目尽快落地建设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要保障新能源送得出 用得好 今年我国开工建设 多条特高压工程 加快配电网升级凯造 到2025年底 配电网将具备 五亿千码左右 分布式新能源的接入能力 针对风光发电不稳定的问题 我国正在加快储能建设 8月份成立的中央企业 新型储能创新联合体 正在对57项重点任务展开公关 在广东 新研发的新能源全景预测系统 投入使用 通过智能算法 可以根据风光的变化 精准调度新能源和火力发电的 出力大小 以这个预测曲线为例 那么广东省的风电计划出力 增加了350万 因此我们会同步的调解 云南的水电 以及广东省内的火电 350万千瓦 如今我国已建立起 清洁能源与传统能源 全面发展的能源供给体系 和世界上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 新征程上 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 为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做出更大贡献 目前全国秋收接近尾声 主产区的粮食收储工作 也正有序展开 眼下东北粮食主产区 秋收接近尾声 吉林水稻收获9成以上 在双辽 当地采用了水稻有序机械抛秧技术 加上良好的田间管理 今年实现增产13% 内蒙古秋粮收获目前已超1亿亩 在盐黄灌区的水稻种植基地 通过引进高产优质品种 推广甘子直播等预央技术 预计水稻平均亩产达550公斤 辽宁约193万亩大豆 进入最后收获冲刺期 当地继续推广大豆和玉米沦坐方式 大豆扩大种植面积近10万亩 咱们种一茶大豆以后再种玉米的话 玉米这个产量还会增加 在水稻重要产区江苏 今年全省秋粮收获1894万亩 目前进度超40% 在镇江丹土区 当地采用先进的附魔种植技术 实现水稻种植绿色高产高效 四川大力推广再生稻种植 今年再生稻种植面积达574万亩 目前迎来第二季丰收 已进入收获扫尾阶段 与此同时秋粮收储工作也加紧展开 通过扩大库容科技收储 保障农民收粮顺畅 河北全省准备空仓容140亿斤 在恒水五一线 各粮库和收粮机构 在线上及时发布收购政策 网点分布和市场价格 方便农民随时知晓信息 熟悉流程 产粮大省黑龙江 目前农作物收获已超过2.3亿亩 本次粮食收购期 黑龙江共准备收储能力 1747亿斤 在双崖山的一家粮食收购企业 还首次应用了智能化收购系统 大大提高了粮食收购效率 像订单 礼货 结算 我们在手机上就能操作 钱就直接进我们卡里了 这节省我们粮购太多时间了 今天 神舟19号 战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 全区合列 目前 发射任务各系统 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 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北京东风报告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东风三小时 准备完毕 报告完毕 北京明白 早上8点30分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下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以及各测控站点连条连控 全面模拟发射准备 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此色合列是神舟19号发射前 最后一次要素齐全的核链 船舰组合体已进入临射状态 神舟19号战人飞船相对于以往这些型号 它主要的变化就是增加了上行运货的能力 给航天员以及相关的载荷装载的空间更多了 提高了载轨的实验的能力 经过全系统的演练工作的飞船状态良好 具备发射前的状态要求 气象系统持续关注发射窗口天气变化情况 加大气象汇伤密度 对可能影响发射的气象因素 进行了专题技术研究 目前发射场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 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器加注和发射工作 今天下午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完成了发射前最后一次空间站调向 为神舟19号飞船 与空间站交汇对接 做好准备 今年以来 我国投资延续规模扩张 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 投资活力持续激发 有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投资总量看 9月份基础设施投资 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 均比上月有所回升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扩大 从结构看 重点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前三季度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2% 比整体投资高5.8个百分点 制造业既改投资增长9.5% 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 随着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高技术产业投资连续7个月 保持两位数增长 航空航天 电子通信等领域投资 快速增长 新动能 新优势 不断培育壮大 聚集增强 投资量增制升的背后 使各项存量和增量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已旧换新 进一步推进 前三季度 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 同比增长16.4% 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61.6% 重大项目投资压仓使作用凸显 前三季度 计划总投资 一元及以上项目投资 同比增长7.1%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9个百分点 政府投资带动放大作用 得到有效发挥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 今年以来 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发展总体向好 一到九月份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9.4万亿元 同比增长5.4% 批发零售市场运行平稳 多数业态保持增长 前九个月 商务部重点联系商品 批发市场成交额 同比增长6.8% 集中生产资料类 工业消费品类市场成交额 同比增长显著 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 便利店 专业店 超市零售额均保持增长态势 与此同时 城乡市场活力旺盛 客流消费稳中有升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 全国50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 同比增长14.5% 前九个月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同比增长18.3% 国务院新闻办 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冒诉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第二届链博会将于11月26号至11月30号 在北京举行 第二届链博会 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 聚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在首届清洁能源链 智能汽车链 数字科技链 健康生活链 绿色农业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的基础上 新增先进制造链展区 展览面积由首届10万平方米 增至12万平方米 预计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 10多家国际组织的政商学界嘉宾 将参展参会 6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 参展企业数比首届增长约20%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 国家级展会 链博会将促进上中下游衔接 大中小企业融通 产学沿用协同 中外企业互动 帮助各国企业 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决定 王浩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 易烈宏同志不再担任 浙江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 已在央企定点帮扶地区 落地9个项目 签约总金额已达17.6亿元 涉及农业种植 农产品加工 乡村电商等10多个产业 覆盖新疆 甘肃江西等9省区14个县 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 今天闭幕 本届市园会历时186天 设立113个国际和国内展员 展出植物2700余种 成都园 南京园 日本甲府园 获得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大奖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从今天起启用公开市场买断式 逆回购操作工具 回购标的包括国债 地方政府债券 金融债券 公司信用类债券等 这将进一步丰富基础货币投放渠道 有利于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国家药监局即日起启动 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工作 对部分创新 临床急需等 具有较大临床价值的生物制品 进行分段生产试点 主要涉及原液和制剂 此次工作有利于提升 临床急需生物制品的 供应保障能力 更好满足广大群众用药需求 第三届全国生态环境监测 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活动 今天在南通举行 此次活动更加注重人工智能 卫星摇杆 无人机等新技术应用 涵盖地表水 环境空气 废气 土壤等要素 展现了生态环境监测 数字化转型等新成效 今天广西南宁至平祥高速铁路 重左至平祥段 开始全面铺轨 重平段线路全长81.52公里 设计时速250公里 南平高铁计划明年全线建成通车 届时南宁到平祥列车通行时间 将从现在的四个多小时 压缩到一个多小时 简弱为热带低压的弹尾影响还在持续 海南三亚出现强降雨 部分路段积水严重 三亚全市中小学幼儿园 今天中午开始停课 当地已调动多方力量全力排绕出现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 海南大部分地区还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提醒公众提前做好防御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7号称 离南部三个地区遭乙军空袭 造成至少21人死亡 乙军称25号26号在离南部的行动中 打死宾特朱拜勒地区的两名 离真主党武装指挥官 离真主党武装称 今天继续对以色列北部定居点 发动火箭弹袭击 黎巴嫩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称 黎巴嫩已就今年10月15号到24号期间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 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申诉 要求安理会谴责以色列 对黎巴嫩领土的侵略和对主权的侵犯 重申以色列应遵守第1701号决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称 以军26号对伊朗的行动达成全部目标 沉重打击了伊朗的防空力量和导弹生产能力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7号称 以色列夸大了对伊朗侵略行径的效果 但淡化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也是错误的 他还表示 以色列不了解伊朗人民的力量和决心 伊朗外战阿拉格奇称 伊朗在遭袭前一晚就收到了袭击可能发生的信息 并采取了必要措施 埃及总统塞西27号提出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临时停火两天的建议 以进行巴以被扣押人员交换 以色列和哈马斯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 当天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在卡塔尔重启 以色列与相关沃旋方会谈 哈马斯方面没有派代表参加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 俄军在布良斯克州 比尔哥罗德州 拦截多架无人机 俄国防部还称 在多地打击乌军美制装甲运兵车 榴弹炮 弹药库等目标 乌克兰方面今天称 在波克罗夫斯克库拉霍卧方向 乌军继续击退俄军进攻 乌克兰苏美洲军政管理局称 今天凌晨 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 袭击了该州的能源设施 俄方对此还没有回应 日本第50届众议院选举结果今天公布 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 获得215个议席 未能达到全部465个议席的一半 自民党获得191个议席 较选举前减少56个 失去了2012年以来 在历次众议院选举中维持单独获得 过半席位的选举优势 公民党不仅减少了8个议席 其新任党首实情起义也落选 而在野党中 立宪民主党从98个议席 大幅增加到148个议席 成为第二大党 日本首将自民党总裁石破茂 今天称 他认为自民党此次失利的主要原因 是受政治黑金丑闻影响 他称 自民党寻求与其他在野党交流 但当前并未考虑与公民党之外的 其他政党联合执政 立宪民主党方面称 将积极谋求与其他在野党合作 并将在首相指名选举中 呼吁投票支持其党首野田家彦 据日本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石破茂政府计划于11月11号 召开临时国会 举行首相指名选举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16次缔约方大会COP16 正在哥伦比亚卡利市举行 中方代表表示 已向大会提交了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提出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2030年和2035年的目标 目前已有35个国家 向大会提供了相关战略与行动计划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 发布的消息 截至今天上午 强热带风暴谭美在菲律宾 已造成116人死亡 另有39人失踪 受灾人数超过671万 谭美连日来在菲律宾多地 引发强降雨 洪水 山体滑坡等灾害 灾区农业基础设施受损严重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